师长教导我们 学儒就学孔子 从今天开始 不是跟张三也不是跟李氏比 是跟孔子比 这决定不傲慢 因为还差一大绝 赶快养之迷高 钻之迷奸 瞻之在前 忽焉在后 就是感觉好像跟不上夫子 差距太大了 赶紧要勇猛精进 嘴赶上去 所以师长这一句法语 很得受用 学道 学老子 以老子道德经为标准 学佛 学释迦牟尼佛 以这三教的圣人为榜样 像我们从事教育工作 那释迦牟尼佛 一天交八个小时 交四十九年 我们就往这个目标迈进 哪还有时间傲慢呢 第二 这个傲慢容易在 学习圣教的过程 会起现行 听多了 可能拿道理去看别人 去要求别人 这也容易傲慢 所以我们读经也好 听经也好 要有正确的态度 自己是当记者 是讲给自己听 哪怕自己是跟大众分享课程 讲课给学生听 那也是主要是劝自己 而且劝完大众 要提醒自己 我讲的这个道理 大家都听到了 假如我没做到 人家看到了笑话 人家看到了 对圣教没有信心 那自己就战战兢兢 更不可能傲慢 那要有 只有一个人是学生 是自己 其他的人都是老师 其他的人都是老师 也不可能傲慢 所以这一些心态 都对着傲慢 真是如此 孔子就是这么教的 我们要会用 孔子说 三人行 必有我思焉 择其善者而从之 那他的善是我的老师 择其不善者而改之 那他的不善也是我的老师 不同人 善恶人是老师 同一个人 他有善有恶 他的善也是我们老师 他的恶也是我们老师 比方说这个人 他脾气大 那他就提醒我 不要像他一样 那他不也在教我 而且假如 我们看到一个人脾气大 不断鞭策自己 不要再发脾气 我跟您保证 你完全把脾气调伏掉 你又跟他是同事 或者是你的家人 他一定会感动 因为他看到你一直在感 人都有良知 一个大逆不道的人 你骂他不笑 他也生气 你说他孝顺 他还挺高兴的 他都有良知 要转 这个心态不转 都跟人对立 他傲慢 你就看他傲慢 其实一个人傲慢 能让我们不高兴 我们也傲慢 心中有佛 见人是佛 心中有愤 见人是愤 苏东坡这个故事很启发人 这个人脾气真不好 我们的脾气也欠求人 那还能叫别人 所以公于论忍者 都是论断别人就傲慢 查己必素 看自己就更不用心了 甚至还给自己找借口都有 所以孔子教育 他的学生子贡 口才这么好 又那么有钱 坦白讲是很容易去慢性 所以看到学生在批评别人 父子抓住机会点 哎呀 段木次啊 你很贤德了吗 我在自己身上下功夫 都觉得时间不够用了 你还到处批评 这个机会点 抓得非常有智慧